俄国近年来积极研制海军军舰,试图重回海上霸权的荣耀,而近日俄国新带潜舰弗拉基米尔大公号Knitz-Verdemir的在北德文斯克市Severodvinsk下水,并被形容为世界上最致命的潜舰,不仅在可以下潜构身,让任何雷达都侦测不到,还可以攜带多达16枚洲际导弹,射程达到9300公里。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,俄国这次下水的潜艇弗拉基米尔大公号装备了20枚R30布拉瓦洲际导弹,每个导弹所装备的弹头重量均为10至15万吨,能够发射射程达到9300公里的导弹,能够深入水平面下400公尺,让任何雷达都无法发现弗拉基米尔大公号,简直是世界上最具致命性的潜舰。 弗拉基米尔大公号是955型核子动力潜舰的第四代核潜艇,也是北风之神父A.BoeiA及系列潜舰,服役后将成为俄国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潜舰。 弗拉基米尔大公号将在2018年成为北方舰队的一份子,北德文斯克造船厂将继续建造其他四艘潜艇。计划将在2022年之前下水。 能够与弗拉基米尔大公号媲美的美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舰,能够携带24枚三叉体2新弹道导弹,但射程不及弗拉基米尔大公号所装备的导弹,其能够下潜的深度也不及俄国新代潜舰。 中时电子报